試完因為剛才沒得吃雞的問題 隔了幾個小時後 讓我找到這檔東西 但我沒吃過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要去試一下 什麼燒餅哥燒餅 很厲害 臭豆腐 有什麼吃? 流心雞蛋仔 渣男臭豆腐 還有什麼? 蔗汁 10元 蔗汁當然要喝 這些好吃的食物 旁邊全部排隊好像吃雞蛋仔 先裝一下 梅干菜燒餅 梅干菜燒餅 哥哥告訴我 裝在那裡 嘩 先弄一口 3千 3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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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 那那个薄饼是怎么做的 薄饼跟烧饼一样做法是一样 可是薄饼是整个薄的 我们国内有些人就叫过亏 就是它整个比较薄 而且整个都是酥脆的 烧饼的话就是味酥里嫩 口感不一样 那上一次要吃薄饼 薄饼比烧饼更好吃 薄饼没事吗 这时候我现在已经买了那个烧饼 因为我自己去试嘛 我也不知道那个有啥分别 那我也看见那个白糖烧饼 白糖烧饼就是甜品了 对就甜的 那是薄的吗 还是就是一样 就跟你一样 好的 谢谢你啊 嗯 嗯 很怀念以前香港那些暖的冬天会又暖了 夏天是冬的 冬天是暖的 香港那些很棒啊 那些萨汁 那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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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那些那些有用呢 噢 哇 好正啊 那些榨汁 大家记住了 是木子的榨汁 煎鱼 其实这里还有这个鸡蛋仔 我看到它有榴莲 现在吃不下了 現在要下次來試試 他說什麼包漿榴槤 好想去試試 嗨 大家好 我又回來試燒餅 還有試完它的臭豆腐 因為上次試不到臭豆腐 還有我想試完它有個薄餅 希望可以告訴大家有什麼不同 哈囉 你好 我想要一個寶餅 寶餅吃在野了嗎? 我沒去 三次我只吃了燒餅 然後你給我這小寶餅 比小餅剛好是 所以我今天過來吃寶餅 OK 哈囉 我想我一個炒豆腐 我沒問題 OK 試一下咖哩魚蛋先 嗨 嗯嗯 很好吃 很軟 但就 不太軟 這個咖哩汁很香好味 但是可能魚蛋浸得不夠軟 在等蔗汁 在等蔗汁 臭豆腐 很臭 臭豆腐真的很臭 很吃 是挺港式的 挺香港風格的 你看 不錯 真的不錯 真的好吃 好吃 只是在多倫多來說 它是算做得很好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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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是 台式的臭豆腐 跟香港的是相差 真的不錯 嗯 嗯 嗯 有夠臭 嗯 我問老闆要不要試它 嗯 等一下老闆再給你一個 嗯 薄餅 哇 很大塊 大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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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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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喔 嗯 好甜 你喜歡嗎 嗯 他們做的同樣子 但卻拌均勻 嗯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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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沒有罵 他真誠實 他真的沒有介紹錯 嗯 很甜 這個餅乾很好吃 嗯 很脆 很鬆脆 它拌均勻 很甜 很甜 他甚至因為那個 燒餅 整塊餡 整塊肉餅 在餅裡 就更鹹 這個 是一片扁開 可能你少一點肉 不會那麼鹹 真的好吃 這個 真的很好吃 哇 又有新東西 嘗嘗 哥哥說這個是新的豆腐 叫我嘗嘗 做一塊 哇 嗯 這個跟剛才的味道 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是咬下去 不太硬 這個味道 沒有那麼硬 嗯 這個 大腐口感是滑 這個 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吃下去 吃下去是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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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吃下去 沒有那麼多渣 的感覺 我喜歡 新版 臭豆腐 啊 蔗汁啊 吃完這些街邊小吃 又熱氣了 喝一杯蔗汁 下火是最棒的 真的很好吃 如果去 繼續開 我會繼續來買蔗汁 我真的很喜歡喝蔗汁 小時候已經喜歡了 是美中不足 它是沒有暖的蔗汁 如果這裡街邊當有暖的蔗汁 完美 其實木子是一個花膠甜品專門店 它們有各樣燉品、甜品、涼茶 一應俱全 它們還設有送餐服務 有興趣的 WeChat它們啦 所以大家趁它還在這裡 快點過來 拜拜 我們還會再給你帶多久呢 不知道 那優先 你們不在這裡擺 開胃 去哪兒 有沒有電 沒有電 喔 那就是後會有期了 沒有啊可以 幫它忘了嗎 有忘了嗎 沒有 哇 等一下給我一下那個 我可以 再拿忘了 現在這 忘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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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店在忘了 不是 忘了現在有美食店一個月 它在登展 哦 是呀 我不知道耶 還會生冷層 400 400還會生冷層 哦 它是室內的嗎 嗯 好多多 好多多 好多多多 好多多多